百姓有鼻鬼三不要的言语 夜黑睡觉别开窗 鬼不走门惯客人 夜黑行路不回头 鬼走无声论惊心 夜黑人要不应声 应声就有鬼吐心 为什么鬼不走大门呢? 因为古时候 传统的大门都会有图目或者我们有门槛 门槛下面通常要埋了五帝前 所以位置就是驱邪驱鬼 或者有时我们在门槛那里 都会贴一些张飞 或者贴一些喜字 所以我们现在的鬼 习惯了就不走门口 都会在窗里面进来 突然看到有个气 这样进来它就会走窗 所以我们如果想去处理一下它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对着我们的 一会儿会教大家 我们锁一个窗 打个泡沫就会去 打个泡沫就会去 那就可以互惠到 不要令到你在七月份 有在你的窗里进去 你说 那为什么我家里还有鬼进来呢? 因为你可能没有好好地赚钱 让你自己变成一个窮鬼 在家里走进去 那个鬼原来是我 是的 不好意思